美俄公开军事基地数量,随后中国数量也被曝光。真实数量意想不到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期的军事一览。 现代的军事强国,都在安内的前提下攘外,也就是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 而能增加国际影响了无非就是超远距离武器。 盟国,航母以及军事基地这些有全球性的国家战略了。 而最近,美国媒体曝光了三个军事大国公开的军事基地数量,赞助商链接。 首先是美国,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的军事大国,每年的军费都是其他过远远比不上的,而美军的军事基地也是遍布全世界。 据美国公开的资料。 美国共有374个军事基地,驻扎在了世界154个国家,总兵力到达了30万。 可以说,全世界都多多少少地处在美军的战略威慑的范围内。 这些军事基地都是美军在世界搞事的第一线,也是美军能快速调配军队的保证。 然后是俄罗斯,俄罗斯虽然这些年一直处在当年经济崩溃的阴影里,但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十分顶尖的。 那俄罗斯在世界上有多少军事基地呢? 俄罗斯的公开的军事基地有20个,数量虽然不多,但也是俄罗斯国防的第一线,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住自己的威慑力。 赞助商链接。 而在美俄之后,随后中国的数量也被曝光了,真实数量令人意想不到,我们中国国外军事基地只有一个,在基布地。 当然,这也是和我们中国发展的正常相关,不想称霸,只想自强和平。 但随着我国海军的实力日益增强,我国的远洋影响力也在慢慢增加。 从军事基地数量上,我们也是能看到美国的野心,毕竟只是保护自己和盟友的话可用不到这么多的军事基地,你们觉得呢?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。 喜欢本栏目的小伙伴欢迎点击下方关注按钮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赞助商链接。